HELLO 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款卡牌類型的遊戲 這一隻其實沒有那麼強 也沒有那麼毒 設定和耐玩的程度 沒有殺戮尖塔 或是槍女香蕉那麼強 不過因為它玩起來還是有獨特的地方 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還是介紹一下 照顧一下卡牌類型玩家的觀眾 這一款叫做 Fate Hunters 命運獵人 2019年7月19號發售 PowerGames開發發行 這一隻我也是做短短的簡單的介紹 那因為卡牌類型的遊戲 我已經介紹過很多次了 我這邊就不重複介紹 我最近還有在幫聊Game做遊戲分類 像是小網友、卡牌類 角色扮演的動作冒險、動作遊戲 這些我都有做分類 首頁也可以看到分類項目 片尾我也會放上連結 如果我對這類型的遊戲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這隻命運獵人特色在哪邊呢 這邊整理了五點 首先它並沒有能量控制 像是殺戮尖塔會控制一回合三點能量 然後每回合補足 槍與香蕉則是看角色不同 有的兩點有的三點 但是不會隨回合補足 能量需要靠彈藥慢慢補 那命運獵人則是完全不用能量控制 你手上有幾張牌 該回合就是可以打幾張牌 在這類型的遊戲中算是比較少見的 第二點它的特殊效果牌非常多 負面牌超級多 它有創傷、詛咒、毒素、瘟疫、死者五種 也有許多道具牌 甚至這遊戲有賺錢的機制 你需要在遊戲裡面拿到寶藏 將寶藏帶出副本之後才會獲得金幣 可以用這些金幣來買其他角色或是升級牌組 這也是遊戲的核心重點之一 那有些寶藏是鑲在劍上面的 有些則是廢物牌 但是你就是會抽到它 還有很多現用一次的道具牌 可能是藥水、可能是卷軸 像是幸運銅板 你只能用一次 用了就沒了 你可以選擇讓它一直汙染你的牌池 為了保障五點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掉它 讓它這一場抽兩張牌 甚至還有只能使用一次的戰利品帶 可以取得隨機物品 有自我複製的牌 有專門放出牌的卡 也有專門生出創傷、生出詛咒的牌 應用層面很廣 簡單來說 這遊戲非常容易手牌拿一大堆 有時候拿到四、五十張都不是什麼問題 因為你的牌一直在變動 一直被汙染 一直在放逐 不是很容易十五張、二十張牌 就這樣從頭打到尾 第三點是戰鬥獎勵 殺戮尖塔是給你三張選一張 你可以不選 槍與香蕉是給你三張選一張 你一定要選 而命運獵人是給你幾張 你愛選不選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給你五張 五張全拿 這在選擇上又更自由了一些 唯有英雄升級時給的卡牌 只能選一張 通常也比較厲害一點 注意喔 是特別 不見得特別的牌 就是特別厲害的牌 話說啊 以前約會的對象要形容我 總是說我很特別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我不是真的很特別 是他想要誇獎我 但是找不到什麼詞可以誇獎 於是只好說 我就覺得你很特別 我說不上來 我那個時候還以為自己真的很特別 沾沾自喜 好啦 第四點是塔羅牌BUFF 這一款遊戲 不和其他Rocklike類型一樣 用聖物給BUFF 他是每一大關結束後 會給你五點的FP 你可以自由選擇要怎麼消費 例如說 花2點補滿所有血量 或是花3點翻個塔羅牌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塔羅牌 他可以給你一些超強的特殊效果 當然有的會附加一點代價 例如說 節制就是最大生命值加10 但是每回合只能出5張牌 哇 10點是非常多的喔 因為命運獵人遊戲中 補血的手段非常多 所以血量上限差不多就是15到20左右 每個角色都不同 多10點等於多50%的血量 補血的容錯率就越高 魔術師是可以每回合 多抽一張牌 但是收到魔術師塔羅牌的時候 你的卡組會隨機被放逐5張牌 這個塔羅牌的選擇 會跟你職業有相當大的關係 也是遊戲好玩的核心要素之一 那第五點是牌池混亂 呵呵 這一點是我硬湊的 前面忘了講 現在補 我個人覺得不可能用低牌組去控制抽牌和打牌節奏 有的人會覺得說 那我不拿金幣不拿道具 就算獲勝了可以拿很多牌 他也只拿最想用的牌 然後每次抽5張 提高抽到想要牌的機率 可是因為敵人有那種 每次攻擊都會放逐你一張牌的效果 放逐就是把你這張牌永久性移除遊戲 如果你只拿核心牌 只拿高傷牌 被放逐了你就爆炸了 可能一次出現兩隻 那每一隻你都需要兩三張牌才能打死 一回合放逐你兩張牌 牌少你真的很難打 那遊戲的缺點也很明顯 首先抽牌的節奏過慢 演出太無聊了 他抽牌打牌是沒有任何音效的喔 我不懂為什麼沒有 而且出牌抽牌換牌的演出有點久 加上灰暗的背景音樂 玩起來會有點沉悶 可能是特別想要表達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抽牌打牌沒音效這一點 是蠻重要的致命傷 他不影響遊戲本體 但是影響遊戲遊玩體驗 那第二點是金幣的用處太低了 遊戲中設計了一個很大的機制 來影響你拿牌 應該是讓你很想要把金幣拿出場 然後不斷的侮辱你的牌池 可是金幣除了開角色以外 因為你的牌池本來就很容易受到汙染 所以開場的時候 你可以多帶什麼牌進去 也沒有那麼重要了 這一點要改進的話 看似要把金幣可以強化英雄本體 或是可以開場給一些很吸引人的卡 甚至就算讓人可以一直用金幣 往上成長 開場就算讓人家拿一張卡羅牌進去 也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遊戲設計 本來就不走那種精算卡牌路線 它有點像是RPG 讓你不斷的收集資源這樣打下去 那把它做成帶點爽感的遊戲方向 可能也不錯 整體上 《滅命獵人》的製作概念 跟一般卡牌遊戲不太一樣 它捨棄了能量控制和購組卡牌的控制 用很大量的道具 保障負面卡來污染你的牌池 甚至有的牌會鼓勵你拿很多牌 例如原本傷害只有2點 但是如果你有25張牌 傷害就變5點 這種牌的數量也不算少 算是鼓勵拿牌的機制 敵人和你自己都有各種放逐消詛咒的卡牌 基本上這跟我玩過所有的卡牌遊戲的概念 背道而馳 我覺得這種類型的卡牌遊戲也是可以玩的 只是這隻玩起來 光音效和節奏部分就大打折扣 本身遊戲性還是不錯的 268的價錢 我自己玩就差不多10個鐘頭 把所有角色都打出來 但是沒有全部角色都全破就是了 就概念上是一隻蠻有趣的遊戲 有興趣的人我覺得可以等特價試試看 最近會有一波特價萬聖節的時候 雖然萬聖節這款可能不會是主要折扣目標 還是可以等等看 那遊戲就介紹到這一邊 我是萊斯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